我的范例都放在这边 我的每一个课程啊 最前面都会有类似一张的说明 然后这边我都会有写那个范例所放置的位置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这个范例所在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看到 Google Analytics网站分析 然后范例下载 请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 TaiPay GOV.xml 那你就可以点选 点选这个图示进行档案的 范例档案的下载 下载好之后 它会放在什么地方 一定是放在这下载里面 一定是放在这边 我是已经都下载好了 我习惯是把它在减下贴到贴到我指定的这个路径下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下载号范例之后 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开启我们的Power BI 好 那画面借我用一下咯 我们继续来去介绍那个Power BI的部分 好 首先呢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在我们桌面上是不是有这个Power BI Desktop 好 然后第一件事 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范例 叫进去 透过取得资料可以去下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首页底下就有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这边有一个方式是取得web的资料 如果说您可以直接找到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平台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找到这个资料 会取得那个网址 直接把网址复制贴进来 因为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一个网址 你就把那个网址复制贴上 到时候网站上面资料如果有做更新 它这边这个重新整理 它会自动的更新 这是一个很棒的设计 好 而且这个重新整理预设是自动的 OK 那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个档案 所以我们透过首页取得资料 然后接下来在更多里面 我们来去找档案里面的XML 因为我给各位的是XML的形式 好 所以我们就找档案 用档案来开启 用档案来取得资料 随选XML 点选连接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C叠D叠 我的资料是放在B词别机 这个资料夹底下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选开启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它有XML 它的内容 它其实也是用大划幅的形式 来去做两层式的一个呈现 所以这边有一个内容叫做DATA 我们就直接选这个DATA 选好这个DATA之后呢 因为它资料比数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能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去等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预览它只会呈现部分的资料 我们总共有16000多笔的资料 可是它在这个地方 它只会呈现一部分的资料 让我们来去做预览 好 然后在这边有三个选项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把那个预设 你比较多人会选择的 那个选项变成黄色 黄色这个设定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黄色 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把档案取得下来 从我的可能是BX列基 直接取得放进来 到我的POW BI 或者是我可以直接做一些编辑 什么时候需要做编辑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取得那个资料 当然资料会是乱嘛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稍微编辑 都有可能 来我们直接点选 载入 就把这个范例叫进来了 因为这个档案很大 连载入都需要花一段时间 好 只是我稍微提醒你们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是教各位从web 这边可能要等的时间是受限于我们的网络频宽 网络速度够不够快 我会带各位来去看一点那个网络资料 但是我希望那个资料不是很大的资料 因为大数据分析 其实他分析的资料是很大的 而且会持续一直不断累积进去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交取得资料是透过web来交 可能是因为那个网络的关系 所以会很慢的载入 所以我暂时不是用web的方式取得 而是用本机 所以我把它下载下来 正确或比较好的做法 应该是直接连到web上 会比较好 来 请你们最后做完的时候检视一下 Data里面是有这些资料的 请你们现在动作来去把我们的台北市政府新闻公告的这个开放资料下等下来 应该是近两年 2016年好像是7月才开始的新闻公告 应该是2016年的7月到2018年到目前为止的资料 新闻公告的资料 请你们现在先把它叫进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